一带一路峰会完美落幕 1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北京供壤胜举 企业签约都得排长队 这场面已经堪比联合国开会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大事件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以和平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秩序已经成型 还意味着我们成功打破了美国的单级霸权主义 作为我国如今主要对外的国际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从一开始被西方诋毁 到如今被西方所害怕 甚至美国也想和中国一样 搞一个类似一带一路的组织 但这事还真就只有中国能干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这个让我们无比骄傲的一带一路 到底牛在哪里 在如今欧美垄断全球高科技技术的时代 后发国家想要进入发达行列 已经成为了一个一戳就破的泡沫 光是最基础的制造行业 就已经难倒了99%的国家 但是中国的出现 却给这些国家打开了一扇希望的大门 你缺钱 我们就投资并且教会你如何管理运营 你缺基建 我们就给你基建 比如高铁 公路 特高压 你缺产业 我们就给你产业 如通讯 工厂等等 以高铁为基础 将世界上加入我们的国家连接在一起 用科技 北斗 六计 外汇 基建 工业产品 将世界上想要发展 但是却没办法发展 或者已经发展 但却缺少方法 和那些既缺钱又没办法的国家 整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板块 和能源集中利用项目 从而达到实现人们命运共同体的目的 就叫做一带一路战略 它不是军事组织 就是一个纯粹的 以和平发展共赢为理念的经济网 我们以投资换取他们的原材料 他们以资源换取我们的投资和工业产品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给这些后发国家赋能 让他们本来50年才能走完道路 现在只要20年就能完成 而这一笔生意 对我们来讲是百分百稳赚 甚至一些东西是钱都买不来的 并且如果你有认真地观察我们的战略图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牛乖的点 就是大多数我们的原油和原材料供应国 都在一带一路版图中 而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打破美帝国对我们的海洋封锁 这是陆拳和海拳的争霸赛 也是一带一路诞生的背景 所以你会发现 美西方对于一带一路战略 所表现出来的厌恶 实际上是由恐惧造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 一带一路战略的厉害之处 第一就是产能和外汇的过剩 一带一路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程 结合当时的背景 2010年的时候 美国将目光重新放到中国身上 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封锁 当时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零点 而当时我国的经济重心 都是在沿海地区 一旦发生战事 非常容易受到针对和威胁 而当时我国由于房地产的兴起 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 如钢铁水泥等等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带一路横空出世 具体就是重启古丝绸之路 用高铁将东亚和欧洲连接起来 如此一来 从东亚的高铁一路修到欧洲 害怕什么产能过剩 并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也需要我们的基建 建学校 医院 公路和高铁 这样一来 不但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了 还顺便带动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看到这里 有同学就要问了 国内还没建设好 就去建设国外 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了 外汇过剩 在当时我国为了提升在国外的影响力 于是便大量的购买了美国国债 2014年的时候 我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4万亿美元 要知道当时印度和俄罗斯的GDP加起来 也不过才4万亿 由于国内并没有放开美元兑换的限制 所以这些钱在国内是用不了的 只能用来买其他国家的东西 但是当时中国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所以也就没必要储存这么多外汇了 刚好就能拿这些外汇去投资一带一路 注意啊 经常有人说是送钱给那些国家 世界上真不是啊 咱们这个叫投资 并且这样一来 还能催美国这个逼还钱 我们的外汇 有其大一部分是美国的国债 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啊 但著名老赖 真不是浪得去民的 还你钱还要问你干什么 不然就不还了 也可能是真没钱还 当时美国的债务需要美国人 一年不吃不喝才能还完 并且美国还在无休止地印钱 说不定哪天这个狗热的就崩了 我们的钱也就打水漂了 所以这钱必须得要回来 怎么样呢 就是跟那些需要投资的国家说 这狗热的美国佬不还我钱 我是真没办法 那这样一来 这些国家会怎么看待美国和美元 要是国际幸运没了 美国那是哭都找不到地方哭 所以美国也只能割肉还我们的钱 上兵伐谋 家有高人 那扮起事情来是真轻松啊 所以我们就拿这些外汇借给那些需要发展的国家 我们负责投资和基建 他们负责维持治安 这样一来 他们不仅要买我们的服务和产品 再把美元结算换成人民币结算 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的外贸 而他们也确实得到了发展 双赢 并且是赢麻了 最典型的就是非洲国家 所有的产品都是中国造 这么大的一块市场 并且资源丰富 能带给中国的收益那是巨大的 再就是像巴基斯坦和伊朗 俄罗斯等国家 现在已经签订了一部分资源 包括天然气石油和中国使用人民币交易 最近俄罗斯不是和印度又搞起来了吗 印度想用卢比结算 但是俄罗斯已经上当过一次了 就非得要印度使用人民币结算 不然就不卖了 所以这两年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 那是相当的高 这些都是后华 当时一带一路虽然在国际上很火热 但是还是有很多国家在观望 因为我们此举必定会触碰到美国的利益和霸权 事实确实如此 2016年的时候 因为中国和菲律宾的岛礁争议来到了白热化 所以美军便借菲律宾之手 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来到了南海和解放军形成对峙 但当时我国的军力已经成长了起来 并且还有号称航母杀手的东方21帝 所以我军便把美国的航母坐标发给了美国 最后事情顺利结束 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一枪未开便灰溜溜的跑路了 这一战虽然没打起来 但是也彻底奠定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 自那之后 一带一路便开始火热起来 这第三厉害之处 就是解决我国石油危机 随着我国的工业体量越来越大 对于石油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并且根据估计 2028年才是我国石油消耗的巅峰 当时我国的石油70%都要从外面进口 而从中东和非洲运输过来的石油 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战时很容易就被美国给制裁了 那对于我国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两年 海军下脚的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卫南海 但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后路 建设一条不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输路线 而这个时候 瓜达尔港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目光中 从非洲和中东运输过来的石油 直接送到瓜达尔港 再通过铁路运输 将石油运送到新疆喀什 最后由喀什的输油管道 运送到新疆和甘肃的炼油工厂 就可以完美地绕开马六甲海峡 瓜达尔港属于巴基斯坦 而巴基斯坦又是我们的铁哥们 所以这一切就顺利成章了 所以这一切好像就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帮助我们发展一样 第三点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这一思想从抗日战争就开始使用了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周围的国家 十个有八个都是美国阵营的 如果一带一路从这里开始 必将遭受到限制 但是如果我们从西部开始出发 路上直通中亚 中东 欧洲 非洲 而除了欧洲 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跟美西方有大仇的国家 所以能让我们的一带一路 更为稳健的推进 再一个就是 可以带动我国西部大开发 前几年我国发展的红利 都被南方沿海城市吃掉了 但是西部却还是老样子 所以西部大开发可不容缓 而一带一路从西部出发 那一些产业想跟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做生意 那必然也会跟着去投资西部 这就是先富带动后富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一带一路不仅是造福全人类的伟大工程 更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说这句话的底气 我现在讲一句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同中国谈话